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然的话计划就是退休之后要乱出去玩的 对 但是也还好了 因为我看女生好像是58退什么 对 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好一点点 就是心酸中又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可能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积极正面的看待 就是好事情 因为我们国家老年化社会 已经到来了 多三次的养老保护体系也在建设 所以延年退休 是国家经理权衡 是有利于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和整个社会的 一个战略 是吧 我觉得也都是因人而异 因他的工作的那个工作岗位 是不是 层次也不一样 我觉得他要是退休 如果公司拿得高的话 身体好的话 他当然愿意再多干几年了 是不是 如果说我公司很低 我身体又不怎么样 家里也有事儿 那他肯定愿意提前让你退了 退了以后 这不是每月都能拿到固定的工资吗 这个毕竟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 应该也会不一样 政策每年都在变化 我觉得不用太多于焦虑 其实对于青年人来说 还在二十几岁的年纪 想那么多太累了 每天跟生活对线就挺累的 干嘛要想那么多 好